论文 听见了吗 论文写完了吗 当你以为论文写完的时候 困难的才真要开始 看自己的论文 居然还要收费 真希望有个网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诶? 这是什么? 论文 论文 很多的论文都是要付费的 然后它的付费管道有很多是国外才有 就台湾不太方便 然后也价格很高 然后我们 就常常没办法获得我们想要的论文 然后我们就是设计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使用者可以把自己的论文传上去 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防止学术挑戒的问题发生 然后也可以 让审告者有更多的诱因去协助审告 审告者的回复 获得更多人的 检视 就是能够让整个社群是一起去帮忙审论文 然后让论文的品质是更加有保障 所以我们才做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是由一群研究生所组成的团队 那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 面对学术的付费的高墙 我们想要推倒它 我们亲身经历是我们实验室 用了三年才完成的一个研究的作品 那结果正式发表了国际期判之后 我们竟然要下载的时候 竟然不能把自己的文章下来 那我们如果要读自己的文章竟然要付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怪 所以我们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制度 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透过网路爬充技术将可以汇集 所有专家、学者的公开资料 所有数据将记录在 区块、链、分散式账本上 为学术界建立一个无法篡改的 数位加密履历资料库 透过网路人工智慧自然语言处理 将可以让文章初稿精准地 埋合到适当的升高者 提升文章审核品质及速度 同时也可以用此技术 让正式发表的文章精确地推荐到潜在读者 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及曝光度